明清以来,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,戏曲活动盛行。 清中西后,浙江各地的祠庙开始陆续建造戏台。 祠庙戏台一般位于门厅后延,建筑左右厢房、庭院、后厅,则称为关系空间。 宁海地区的西台数量重多,结构精巧,在浙江地方西台中独树一致。 以多连贯早景西台而有别于周边地区, 如崇兴庙和澳湖湖市宗祠三连贯早景西台, 夏浦卫市宗祠和潘家澳潘市宗祠的二连贯早景西台, 并有大量单早景西台。 澳湖湖市宗祠三连贯早景, 无疑是西台早景中的佼佼者。 西台为四处方形平台,无栏杆。 西台与看系连郎连成一体。 四面俄方处两跳斗拱承早景, 三个早景景口方均为圆形, 其尚为穹龙形状, 但是构造方式各有千秋。 第一早景, 其西台上早景最为复杂, 景口均布十六组螺旋式叠色盘柱昂头, 其中第一跳做龙头状, 中间为龙身,最后一跳做龙尾, 极富动感。 每组之间各以彩绘雕刻花瓣相连。 整个西台俄方及其以上构建, 军师才华, 以青、绿、红三色为主, 天花叉角、明镜等, 会以蝙蝠及花草纹。 在该早景上, 还可以看到当地称为批作造作坊, 即建筑由两个工匠队伍施工。 因此, 可以看到早景两侧花板雕刻题材, 榜头彩画、色色规律等都存在差异。 王世春师傅, 今年七十五岁, 是第五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, 宁海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传承人。 王师傅是十八岁开始学做木匠的, 一开始没有做戏台的机会, 师傅也只是教一些基本的经验给他。 1980年以后, 宁波有一些地方开始修老戏台, 他就一直在工地学习, 在结合师傅以前教的, 就开始学着自己修戏台、建戏台。 这些年在宁波也盖了四五座戏台。 中国的传统工匠都是这样跟随着师傅, 边做边学, 在不断的实践中锻炼贤熟的记忆。 一座锡台, 王师傅和其他工匠开始制作一个新锡台。 王师傅这边, 仅负责复杂的十六组螺旋枣井的昂头和花板等构建。 新锡台井口方是另外的大木工匠所致。 井口方直径三米左右, 四根直方, 四脚用圆弧木方连接, 形成一圆形井口方。 管长, 王师傅会用另一种结构做锡台井口方。 即用六段圆弧, 通过孙卯结构精细地搭接在一起, 用木哨子顾劳。 首先, 制作一个底板, 在上面, 绘制出明镜和早景方图形。 每个圆都均分为十六段。 接着, 在两个圆之间, 绘制出一组螺旋昂头在平面上的头形。 这条线的绘制多依赖工匠的经验积累, 它决定了螺旋昂头的空间形态。 然后, 工匠会制作一把工具尺, 上面刻出每个昂花板的距离, 用它来绘制圆弧, 与螺旋昂头的平面头形曲线相交。 这样, 就可以再截取每层需要的昂头及花板形状。 制作昂头及花板的样板。 每层昂头的高度略有不同。 这次制作的昂头, 一至六条是九厘米高, 七至十条是八厘米, 十一至十七条是七点五厘米。 工匠准备好相应的料, 将取样拖在木材上, 通过木具将昂头锯出, 然后用豹子加工, 使表面平滑。 同样的方法, 再制作花板。 昂头两侧要插花板, 把取样板上的花板位置绘制在昂头, 再用锯子锯出相应的锚口。 另外, 要在相叠的两个昂头上下面做锚口。 搭建时, 插入木箫, 用来固定上下相邻两昂头。 一个昂头用传统的方式来制样, 开笋锚, 大致需要两个小时。 一个工匠一天, 大概就只能完成三个。 螺旋早景这类复杂系台, 往往需要制作一年之久。 就是交通不方便时, 工匠们就背着自己的工具箱, 在雇主家里一住, 就是一年半载。 完成了早景锡台最主要的昂头、 花板构建后, 就要根据设计的花纹进行雕刻。 特别是花板, 每层图案都不一样。 多维、蝙蝠、 麒蓝竹菊等传统吉祥图案。 锡台木柱、 鹅方、 井口方等大木构建搭建好后, 就开始搭建早景。 早景的搭建过程从下到上, 每层先固定昂头位置, 然后用花板将昂头固定, 最后搭建明镜。 旧时祠堂开工建设, 族人会选好凉晨即日, 摆上桌子, 准备好各色水果点心, 点上蜡烛, 祈祷建造顺利。 村中的父老乡亲都会来帮忙, 梁柱上面挤上红色绸带, 寓意吉祥平安。 中国传统乡村是农耕社会, 小小的乡村在青山绿水间仿若鸽市。 春分、 陛下、 盲种, 农人们日出而坐, 日落而息, 用勤劳的双手不停耕耘。 改祠堂、 建戏台都是村中的大事, 以村之人老老少少, 出钱出力, 共襄盛居。 寺庙建筑一般位于村口或者村中心位置, 比起朴实素雅的名居建筑, 戏台都是村中装饰最华丽的建筑。 每到春节、清明、端午等节日时, 村里总是要热热闹闹演上机场。 圣诞敬愁, 在寺庙小小的一方戏台上, 也一历史惊心动魄的瞬间。 才子佳人缠绵飞测的故事, 英雄沙场征战的悲壮, 人们在青山绿水间, 用木、土、砖、瓦这些材料, 迎建了县市安稳的住所, 在戏台感受人间万象。